是华盛吧 是华盛吧 王博 您怎么来了王博 我 我回来了 那走 里面算会儿 不不不不 不不不 茶楼生意还好吧 还可以 王博 到里面喝杯茶 我正好有些问题想请教您呢 你真有问题向我请教 真的 正好今天您来了 您无论如何得到里面喝杯茶去 走 走走走 梁博在吗 在 他没提起过我 提 经常跟我提起您 尤其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 更是提起您 说您干活总是井井有条 不着慌不着忙的 王博 说心里话 我也特别希望您能在我身边 这么说 我还有点用 来 王博 哎哟 哎哟 王师傅啊 哎哟 请坐请坐请坐 来 我王金翰 来给您陪礼了 哎呀 哪里的花 走走走走 哎呀 今天刚好还没有开业 我们有时间坐下来聊一聊 来来坐坐坐 来王博 哎 哎 阿山啊 哎 去拿一笼那个五彩水饺 给王师傅尝一尝 好 不不不不不不 我吃过饭呢 哎呀 吃过饭也要尝一尝嘛 是华盛的他自己首创的一种款式啊 如果没有你把关 我心里老是没有底啊 来来来去去去去去去呢 好 您您稍等 王师傅 这么久没有见 是在哪里告就啊 不瞒您说 我离开茶楼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一家 肯收留我的 哎呀 王师傅 你是在开玩笑子吧 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哎呀 凭你王师傅这个手艺 在这个行当里头 你绝对是抢手货 哪有可能是献衣无门啊 可能我的命里注定 就是要再远来插入献衣了 你的意思是 先回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肯收留我们父子俩再回来 我王静翰这一辈子 对你感恩不尽 王伯 王伯 来 这就是五彩水饺 我用各种菜汁和的面 馅也做了些微的调整 您尝了怎么样 试试看 用鸡汁煨的馅没有放胃筋 没错 师傅就是师傅 连这都尝出来了 怎么样 好吃吗 还行 客人们吃了以后 也是这么说 还行 现在华盛 他算是出徒了 虽然徒弟出徒了 也不至于不要师傅吧 这话呢应该是这么说 徒弟出徒了 要师傅干什么 是不是 这么说你不欢迎我回来了 不可能王伯 梁伯巴不得你回来了 是不是梁伯伯 在这里跪过的人 还能站起来吗 如果你愿意收留我们俩 我愿意 我愿意再跟你跪一次 来来来来 我承受不起 我承受不起啊 你先走 黄师傅 你走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人在一起是个缘 我跟你的缘分已经尽了 再走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 俗话说得好 好马不辞回头草 何况是人呢 再说了 你连编的话都听不进去的人 还能找到工作吗 梁伯 就是您的茶区 王伯 王伯 站住 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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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倒霉蛋 你应该远离他 而不要赞赏她的灰气 可是你看王伯多可怜 记住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干活去 我就不应该来这 因为我来三个人丢了饭 华盛 被人炒鱿鱼是很正常的事 关键是我这个茶楼 不要关门就行了吗 我来之前 他们不在这儿干得好好的吗 假如你是老板呢 你会用不用这种人呢 反正不管怎么说 他们三个人丢饭碗 是我来了以后发生的事 是啊 问题是你来了 你来了之后 我这个做老板的才发现 有这么好的公仔呀 他们应该有危机感吧 而不是要来烦你什么 更重要的是 自己要清楚是谁呀 知不知道 好了 干活去吧